我們來到台北桃園機場 這次是我的生日旅行 其實很短 約5天 四夜 又在這裡等 去外面等 他有免費接運卡過來 他有打的接運過來 阿契奇的妹妹阿子會跟我們一起今次旅程 因為不同飛機我們先等他 然後再一起去台北市中心 剛剛轉頭這個就是契奇的妹妹阿子 其實今次的台北旅程 我想重點跟大家分享一些印象很深刻的片段 我就不逐一說了 我們首先會去台北市中心 放下一些行李 先去我們的酒店 我們今次是住一間叫Rose Boutique 你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 我是契奇 我是契奇的妹妹阿子 契奇在前面 好 這間就是我們這趟旅程頭三天都會住的旅館 就是Rose Boutique 都是走比較Modern minimal一些的路線 等一下就會帶大家遊遊房間 好 我們現在在房間了 這間是玫瑰精品酒店 叫做雙城館 有很多個分店 我們現在拿了四樓 好 另一樓房 進來其實都挺舒服 簡單 簡約 這裡有大張床 寫個 鏡頭 給你們看 床鋪 現在你哭就已經是貴的了 外面有露台的 不過現在是黑蚊蚊蚊 沒什麼東西看 明星星再拍給大家看 簡單的 寫字頭 Discay 雪櫃 有東西喝 重要的洗手間 在這裡 進來有一個瓷盆 挺骨子的 其實挺漂亮的 我也挺喜歡 這麼簡單 有一個Shower 還有一個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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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有帶些浴缸過來用 挺好的 聽起來很漂亮 就這樣吧 扔下行李 就馬上出去吃晚餐 都很晚了 我們今天晚餐去了一間 屬城牛扒館 就是美福集團的一間餐廳 美福集團就是台灣很出名 很大的一個賣肉類的供應商 我喜歡吃牛的 我們去哪一間 熟成牛扒 有 這間正正就是杜汶澤之前 在ViuTV那個 走路去台灣的節目 介紹過 他說吃過最好吃的牛扒 就在這裡 很多人 首先就是 有什麼改變它的 肉質的話香氣會更容易 對 反正放不久一點 因為 通常大約大約十八點 我們最便宜 最便宜的是要兩百元 不過最近沒有兩百元 最近的話 平均大約都要兩百元 可是做廚有四百元 偷偷的四百元 四百元 讓我解釋一下什麼是熟成 其實熟成是一個 英國的處理肉類的方法 你看到這裡很多肉 其實就是一些特定的部位 放進一個有特定溫度的冷藏庫 讓它們裡面的肉汁 自然地蒸發 蒸發期間 就會令到味道更加濃郁 同時在30至128天 甚至200天之間 肉類的天然酵素 就會發展的時候 同時也將肉類的蛋白質 令到它變得很柔軟 所以吃這個熟成牛肉 會特別有牛味 和特別軟的肉 我們就選了一個 128天熟成的 24盎司Rip I 雙珍牛是主角 我們都吃了其他的 餐廳 和一些側菜 其實整體來說 我這間餐廳的所有食物質素都很好 四分熟 它是牛嗎? 對它是牛肉 它是牛肉 它是牛肉 四分熟可以了 泰魚 好香喔 那它小心很燙 好 你也小心 我們這邊的話有法式薑膜醬 辣根醬跟薑膜是哪一種呢 這個 看好了嗎 拍好了嗎 哈哈 好像是影片 對啊 這個熟成牛肉 是有一個小貼士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我們一邊吃 一邊跟那個 侍應生在這裡聊的時候 才發現出來的 他們說最好吃的位置 其實是近骨的位置 還有 留意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牛肉其實是沒有血水的 因為他們在 30-200天熟成期間 其實裡面的肉汁幾乎是沒有了 所以你看到牛扒 是一點血水都沒有 而且是很軟 而且是很有牛味 懂得吃的話 下次記得 就要點近骨的位置 好了我吃了 牛味很厲害 看肉的好像沒吃過 哎呀它就靠了我的臉 好像有爽口 其實這些醬我都不用碰了 其實這些醬我都不用碰了 嗯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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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想現在吃一個正常的 因為要看它的差別在哪 因為現在不能 無同的 沒有叫一個套餐可以去拿 想這樣 不小心在吃東西 在享受那個牛 不想說話 大家如果訂了桌子 又有告訴他們 你們有朋友生日的話 他們會送生日蛋糕 我這次的生日蛋糕 有一件小小的 Brownies底 上面是咖啡慕斯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堂 旁邊有一粒雲尼納雪糕 很好吃 而且是高質量的 它連個小小的 HAPPY BIRTHDAY蛋糕雪糕 都好吃 好吃 兩塊都好吃 對 好 今天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要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之後我會出一些短小小的影片 可能3-5分鐘一條的 說一下我在台北遇過的 有趣的東西 又或者吃過什麼好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下訂閱按鈕 旁邊有一個小小鈴鐺 你按著它 下次我在新影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下星期三或者星期六再見大家 拜拜